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从国家的综合数据上来说 澳洲的出口总量 以及其获益的金额 都是因为铁矿石的强劲需求 而远远超过了 他们在农副产品上遭受的损失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 今天即今年晚上即将公布的 澳洲的2021年的国家预算 我们知道 每年澳洲都会公布一次联邦预算 这个预算对于在澳大利亚生活的 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它不仅仅是联系到了 每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它交纳的金额和阶梯 同时它也对每一个家庭 从家庭的生活补助 到儿童子女上学补助 甚至于到老年人的养老补助 等等一系列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只是一个三分钟或者五分钟的新闻 我们还是需要关心 每一年它的预算 对于我们个体人来说 会有什么差别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今年的预算总体就是为了 能够让经济 特别是那些遭受到疫情严重 最影响的行业尽快恢复 什么是影响最大的呢 从经济上来说 那毫无疑问就是和旅游 留学包括移民相关的一些产业 但是从健康上来说 在过去的一年是养老产业 或者是养老行业 在疫情中遭受的伤亡是最严重的 我们知道呢 由于这个拨款赶不上物价的增速 导致很多的养老院里面的人员严重不足 防护措施也是严重不足 才使得在去年的疫情中 这个大部分的死亡和重伤的人数 都是来自于老年群体 所以说在今晚公布的这个预算中呢 对于弱势群体的扶植 毫无疑问 那将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澳大利亚其实现在作为发达国家中 恢复疫情表现是最好的国家 可能不是之一 那也是前二 在未来的一年中 政府依然会加大财政的支出力度 我们打个比方 就是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呢 或者说他特别 或者说临时有事破产了 这个时候呢 有两种方式可以度过困境 第一种就是传统 我们受到过的从小教育 就是节衣缩食 勤俭节约 把一分钱当作两分钱来用 减少开支 这样的能省下钱 动过难关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在困难的时候 反而是向银行再去借钱 向周围的亲朋好友再去借钱 借了钱不是去买东西吃 而是呢 去上纪念的学校 去读书 或者呢 去学习其他的技术 现在澳洲政府做的 就是第二种方式 当年欧债危机是希腊所用的 就是第一种方式 勒紧骨腰带 那么这些呢 十年过去了 希腊的经济 目前依然是困难重重 那我个人觉得 澳洲政府在去年和今年的 两次财政预算中 都是在困难时期 加大开支 借钱来鼓励企业去发展 请人鼓励个人去学习 增加技能 这种方式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当然了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由于澳大利亚 基本上控制住了疫情 加上未来几年 各国对于铁矿石的强大需求 因此 这使得澳洲出现了 我个人是觉得呢 几十年以来 难得一遇的机遇 仿佛就是相当于 日本当年在美苏争霸中 它夹在中间 受到的独特优势一样 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三五年之内 也会受到全球 为了振奋经济 而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而得益于的铁矿石收益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欢迎订阅市场